2021花莲县原民族联合丰年节 19号班晚在花莲县立体育场旁的大草坪盛大登场 县长徐真卫在各局处首长陪同下 并与乡亲们同欢齐跳大会舞 体验原民乐舞的热情与活力 2021花莲县原民族联合丰年节 19号班晚在花莲县立体育馆大草坪盛大登场 新闻时中会所宣言六个族群语言向大家问候 并表示近年受到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让台湾各县市人潮无法流动 导致各个产业萧条 如今花莲县迎来了平安幸福 以及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 感谢各部落乡亲积极地做好防疫的措施 四打疫苗有赖于各部落长者的辛辞 实在原住民传统业务文化得以传承不朽 11月份我们还是不忘要感谢我们的信仰 感谢我们的马拉道 对于地方部落的守护 给我们最大最大的祝福 我要谢谢所有的家人 能够从各县市来到花莲 来参加一年一度的丰年节 如果你一辈子来到花莲 没有到世界七大奇景的太鲁阁 您会遗憾终身 如果来到太鲁阁 没有来参加联合丰年节 没有到部落走一走 您会终身遗憾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来到花莲 无论是今天明天后天 美好的三天 今年年可风年节主题 一起爱海洋 其含义除了代表一首一曲之外 也是原住民族朋友们口中的 一起一起 一起一起的原住民幽默 花莲最盛大的原住民族盛事 每年就有许多海外的朋友 来到花莲体验优质原住民族业务团队 带来的花莲六大原住民族群的传统乐舞 今天更进行安排 花莲六大族群以外的 拉哈卢娃组 飞男组 以及排完组 舞蹈歌谣等等 会丰富节目内容 更增添更多的乐舞风格 谢谢大家 欢迎收看